其實我覺得山路是一個橋樑 行山就是想感受大自然 雙腳踩在泥土上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去體驗 去感受大自然 石屎路鋪了感覺上是好走一些 感覺上是安全一些 但是石屎路很多時候都會起青台 不要說下雨 就這樣起青台平時你都會很滑 家喻公園不僅是我們這代人用 我們下一代再下一代 都會繼續享用到家喻公園 所以我們覺得家喻公園 應該盡量去柬埔 保持原始的風味 是一個最合當的方法去保護大自然 山路鋪有石、泥、草 對鞋一定不要骯髒 那麽骯髒了 回家小便行 這些意識都要教育 讓人真正的認識 你才可以改變到現在 不停鋪石屎路的一個工程 怎知人 無視 無視 有趣 感谢观看